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得比较喜性 丰满 而且他是山东人 跟我是老乡 而且他是1957年出生 我是1967年出生 你看我们俩都带个七字 文涛从现在开始收集各种资料 可以以后和人家攀谈的资料 对对对 而且过一阵呢 我恰好就要去东莞出差 没准可以拜会一下 我注意到人家女富豪还说了 说像我们这个造纸行业出身的很多人 文化程度虽然不高 但是呢 特别重信义 我想他也会对我守承诺 对不对 他承诺你什么了 我脑子里想象很多美好的事 富婆 为什么说你是富婆 我老去不了美国 你就能去美国 你看看哥会带回来的 可是我去美国和 我去美国是干正事去了 就爱去资本主义的地方 去做奥运宣传活动去了 宣传咱中国大奥运 对对对 而且呢 我们这一次宣传活动 有一个特殊点呢 就是和美国最流行的体育运动 橄榄球 职业橄榄球 结合起来了 我们在他这个职业橄榄球联赛的 一场比赛的间歇当中 做了一个七八分钟的浮娃的表演 然后NBC 美国最主流的电视台嘛 大概给我们转播了一分半钟 你知道 你不要笑 文涛你外行了 你真的是特别外行了 他这么一笑 我就知道他在那想什么 那一分半算什么呀 我们凤凰卫视 美国最贵的广告都是在 25万美元 30秒 30秒能卖出25万美元的广告 那是平常的比赛 如果到超级杯的话 那个30秒就是200万美元 哦 Super Bowl 对 Super Bowl 那我们这就是Super Bowl啊 在Super Bowl的比赛里 美国人确实重视咱们了 Super Bowl是最后一场 最后的那一场叫Super Bowl 中间的那一场 那就是你讲的25万 Super Bowl那个广告 全是什么可口可乐啊 这些公司包的 根本挤不进去 那感觉咱们中国奥运 拥有了跟可口可乐一般的地位吗 但远远高过可口可乐 真的 你跟他 我跟你说 哥辉啊 非常有意思 你别看他漂亮妈妈 他我心狂野 上次在咱们节目 他看上海法拉利那个 那个F1 F1赛车 这次你说他又 他喜欢这种 你看这次拿着这个摩托车头盔 什么摩托车头盔 又外行 这是橄榄球的头盔 对对对 橄榄球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 特别壮的 身高大概都在一米九以上 然后体重差不多都是两百多磅 你喜欢这些小伙子吗 我觉得这个运动 反正我看的很外行 非常非常外行 我觉得我自己挺错位的 就是我会去看那些 我完全不懂的东西 然后呢 也看的还挺激动的 这美我觉得是一种彪悍 你觉得是不是 像集体斗牛 他那个橄榄球 是分工很严密的 每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 就只干一样事情 那那些专门挡的 就专门挡 那些人呢 专门挡的呢 多数是黑人 然后脖子呢 比头要大的那种 对不对 对不对 基本上脖子比头要大 脖子比头粗的那种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些是跑位 就专门家前方 他们个子不高的 Rice 以前49人队的黑人 他们个子不高 他们非常灵活跑 但是全队呢 一定有一个 多数是白人 现在也有黑人 就是四分位 他是灵魂 这个人呢 统计过都是亮仔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看他这国家造鞋工艺 估计不错 这什么线球 像绑鞋带一样 记得还挺好 请你给大家看看 其实这个球最特殊的地方是 画上了我们的这个奥运服啊 然后还有他们的这次的这个头盔呢 这写的是中国字耶 叫中国碗 为什么叫中国碗呢 也就是到明年2007年 奥运倒计十亿周年那一天 8月8号会在公体做一场这个表演赛 两支球队的甘蓝球 这个两支是一个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一个是那个San Diego的海英队 非常非常 许老师绝对是那种 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件宝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好好好 就是那个在在球赛开赛之前 这个爱国者队的这个总裁 他送给我们奥运宣传团的主要队员 每人一件这个巨大的展览车服 印着88号 这个88呢就是象征着明年8月8号的时候 还许歌辉 还印着我们的名字啊 真是 哎呀好家伙 这个愁身巨大 许歌辉当孕妇装穿着还不错 够装好几胞胎的 哎呀真不错 但是啊你们说了半天 我觉得这玩意儿啊 他就像是什么呢 恒天运动中的恒天飞机 可是你们也得关心关心 我为什么说他摩托车偷窥啊 你得关心关心摩托车自行车级别的运动 什么意思 你在美国看着橄榄球 你知不知道最近国内在说什么球 说什么球 女足 哦说女足的境遇很悲惨 所以我为什么说贫富嘛 哎你觉不觉得最近你去美国期间 哪国内闹翻了天 就是最近一年啊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从某些行业开始 大家都哭穷 甚至从我开始 然后哭穷遭到 就是你带起来 遭到痛扁 然后就开始争论 你比如说你记得吗 便利行业之工 还薪水高了 还是薪水低了 然后大学老师 你们哭穷 然后甚至说 郝海东 原来也说 说我们这有些踢足球的 比民工都不如 哎 到现在出来说 坑墙玫瑰 挣钱 太惨了 说是挣多少钱呢 最高的我记得就是孙文 嗯 啊 就说年薪可以拿到20万 但是孙文是什么呢 说我现在有三大难题 我找不着对象 我没法结婚 我找不到对象 我三大原因 这得全国人民负责 不是 第一个原因 全国人民不能负责 他说第一个原因是长相 第二个原因是金钱 说的第三个原因是 什么来着 是文化 他说是文化 是三枚 叫没有长相 没有金钱 没有文化 你看这三样 隔壁全有了 你说是女卒队员的一个尴尬 前20万也不少啊 不是说女卒 他这样踢的好 我才不信呢 我再给你看一个照片 这是我们导演准备的啊 你看第一个人 这是韩国的这个女卒国角 叫朴恩善 月薪10万人民币 你看下边是 中国女卒的国角王丽萍 月薪是多少呢 这个1500元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是 从1990年到2005年 这个亚运会的东亚四强赛 中国对韩国12场比赛全胜 所以人们就开始这个比了 说韩国这个足球运动员 最低什么月薪呢 25000 我们现在少的 我见过女卒 说挣150块钱的月薪 200块钱的900块钱的 1500的 2500的 基本上这么一档次 我这个就 你说我们不关心摩托车级别的 其实我在那个 就在不久前 女卒刚刚那个 打完亚洲杯的时候 我就采访过他们的那个马小旭 主力队员 对马小旭 而且马小旭当时是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 特别可爱那个女孩子 因为他回绝了很多其他的媒体 所以他一个劲的跟我说 他就因为觉得你是三有主持人 他说姐姐 他说姐姐你别跟别跟他们说 我是在去那个俄罗斯比赛之前 接受的你的采访 这样我跟那些媒体的那些哥哥姐姐 我就不好交代了 特纯朴 特纯朴 而且我观察到了一个细节 因为他在亚洲杯被评为最有价值的球员 所以他的经纪人就送了他一部手机 当时的诺基亚一款比较新的手机 我估计是应该是值几千块钱 他那个真爱 那个高兴 我也有一点纳闷 因为我觉得说球员 你再说他的月薪低 那可能只是一个账面的一个收入 他们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奖金什么的 结果发现他真的是 刚才那个数据 其实要是再能统计一下 中国国内男足球运动员的收入 那就精彩了 成绩的女足比男足好很多 可是收入呢 男足会比女足好很多 对不对 那些那些 因为广告商俱乐部 一个联赛制度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没法比 尽管 原来郝海东也说个别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就男足的 说也也穷得叮当响 但是基本上你要看那个挣钱多的 就女足跟男足是 女足和男足是没有办法 我听到一种观点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当然你同情他 坑枪玫瑰 怎么怎么 我们很感动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也得承认 这个体育啊 它确实是讲市场的 有些运动 你就是没法跟另一些运动比 你比如举重 是吧 你能跟足球这种比吗 这个总有一些 不不不 这还是两个体制之间不同 按我们原来的做法 我们的体育是要为国争光的 那这个时候呢 哪一个拿到金牌 哪一个有可能在国际水平拿到高的成绩 它其实待遇就应该好 你奥运拿到金牌就是房子啊 什么都上了 对不对 但美国呢 它真的是一个完全市场的 包括欧洲也是 你美国人他要讲想不通的话 他很多拿奥运金牌的人 回去以后他就得做原来的事情 甚至失业 这个到时候说回来什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们觉得 这是我的professional 这是我爱好的一个东西 我一辈子现身的东西 赚的多钱当然好 但是赚不到钱 我能够拿到世界水平 也是光荣 底线是我能生活下去 哥辉 你在美国你有没有这奇怪 就是说他们最火的就是这玩意儿 对啊 他的足球也不 他倒觉得咱这么喜欢 他们的第三类运动是吗 对 他们这个三大球嘛 三大球是排第一的是橄榄球 第二的是棒球 第三才是这个NBA的篮球 篮球 足球都排不上 所以美国人觉得挺奇怪的 说我们的老三 怎么在你们那儿那么火 我们这老大 在你们这儿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四是冰球 第五是高尔夫 足球是不知道在哪里 打排球啊 狼瓶去做教练 美国的这个排球运动员的地位之低 那跟中国的女排去比比干 你把美国女排的运动员 跟中国女排的运动员的社会地位比 没得比的 但是我看见一个数字 你说美国要不是体育为了爱好吗 美国的女足人口是多少呢 几百万 几百万女足人口 那是因为他们有地方踢啊 现在他找个地方奔呢 我们踢球 现在练球是贵族的 你哪有地方让你去踢吗 没错没错 我印象很深 巴西人还能到街上去 我身上还有伤痕呢 我上中学的时候 踢球曾经被殴打呀 我们跳墙啊 翻墙啊 进那个 不让我们进的那个 是不是因为你们经常踢球踢碎人家 玻璃啊什么 不是 就不准你啊 像他们说什么 哪开成员会啊 是南京还是哪啊 建好的那个足球场 人女足教练都说嘛 建好之后 慢慢的这几年 拿铁丝网围起来了 它不是一个 你随便孩子 因为青少年就能 你不是刚才叫漂亮妈妈吗 美国专门有一个term 叫Football mommy Soccer mom Soccer mom 因为他们那个要踢那种足球 就我们说的足球 他们是soccer 他们的Football就是这个了 这个比那个圆的还流行 很多妈妈就为了小孩玩这个东西 就放弃工作 你知道Soccer mom 就有多流行呢 以至于有很多的商家 就针对Soccer mom 这一阶层 他这个制作了电视节目 他制作了一些商品 专门就是这些 给这些Soccer mom 那我看哥会有兴趣 发展成什么 橄榄球英文叫什么呀 Football嘛 Football 他们叫Football 你以后可以发展成晚妈妈 超级晚妈妈 我觉得我女儿以后有这个 Football妈妈 有踢这个球 可别 咱还要嫁人呢 你以为她嫁不到人吗 行 我得去广告了 行吗 这都靠广告支撑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现在这主要的问题 为什么说 他们说有些运动要扶持 因为女足 你不能不承认 那看台上就没人 那真是踢球的 比看球的多 你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 前一阵还发生了一什么事呢 在这个中国出现了个比分记录 女足比赛在江西一个省 两个地区队踢 踢40比0 40比0啊 你觉得到后来就是说 那个弱队 强队就不停的灌他们 然后后来那个前一场比赛 他们打过一个三十几比一 那一个球怎么进的呢 就是那个强队的教练说 姑娘们都站着别动 让他们进一个 小女孩很屈辱 网上有评价啊 就说你看中国足球 放水吧 其实也不是他们很委屈 因为他们这个队啊 根本就是拼凑成军 这地方女足没基础 可是呢 上边跟他们说 你们这个地方啊 要征办全运会 不是要征办这个省 省运会 这个举办权 那你得在这方面 有所显示啊 所以我还看一些资料 说你说女足这个那个 没人看等等等等 可是实际上 为什么还要发展呢 因为在全运会上 女足好像拿了冠军啊 可以顶四块金牌 其实政府还是非常支持 这项运动 还是大力要发展的 曾经可能会差一点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文章说 那个是事实 女足的金牌是 据说是一块顶四块 如果是亚军的话 就是一块顶两块 即便是拿了个第三名 可能就是说第三名 这个叫一块和一块一样 这个到第二名的时候 还能顶两块呢 这事你怎么这么门清啊 因为我采访过女足嘛 所以我还真的是了解了 一些女足的情况 挺尴尬的 像马晓旭他们就说 说你想看 我们拿到亚洲 最有价值的球员 就我们自己在欢呼啊 在庆贺的时候 发现看台上 真的是冷冷清清的 是无人喝彩的一种境界 就没有群众基础 他这种运动就有群众基础 其实橄榄球啊 研究美国一定要研究 他的橄榄球运动 他对美国整个社会 起到的作用啊非常大非常大 中国就是缺乏这么一种运动 他是全民 他使得就是说 所有的人到了星期天 工人阶级 他三个运动地位他最高 社会阶层他最低 所以美国所有劳工阶级 最多人看的就是橄榄球 到了星期天 一定去看这个橄榄球 所以我就是 他整个社会就 所以经济利益都卷在里面 做广告的数量就极大 你觉得你说这个话让我想起 最近不都在讨论那个大片吗 然后这个陈丹青老师说了句话 我挺喜欢 他说中国的这个大片啊 特别瘦 他还就拿中国体育举例子 他中国这个 这个大片就好比是什么呢 说我们国家中国文艺发达吗 百花齐放吗 我们公二投机 这就是看我们这公二投机 很发达 可是实际我们贫瘠的一塌糊涂 这个他就说中国体育 你去拿金牌的这个体育 你这个拿奖牌的这个体育 就像你身上的这个公二投机 看看看 我中国强大呀 我这公二投机厉害呀 可是实际上 你这个社会有体育吗 人民有体育吗 我觉得他说的很 曾经一度呢 中国全国大家都做的体育 就打乒乓 打羽毛球 因为这些是我们切实可行的 你比方说你今天想运动一下 我们去打橄榄球 你开玩笑 对不对 踢足球也开玩笑 对着墙壁踢球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乒乓球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真符合 毛主席讲的这个 增强人民体制这个这个这个效果 没错 现在呢 越来越往金牌的方向转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提法 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在这个世界级的体育竞赛中啊 比如说像奥运会 我们不要单纯的去看金牌的数量 首先要看奖牌的总数量 因为不是说只有得的 夺得这个金牌 才是最值得庆贺和荣耀的 首先要看奖牌的总数量 它更真实的反映你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实力 另外呢 就看每一块奖牌之后 这项运动 它的群众基础到底有多大 没错 这才是体育的真意啊 咱们总说 你13亿人 你就找不出11个踢足球的 我们真的是在13亿人中在找吗 我们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啊 你说这事过去毛主席就说过呀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我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落后状态下 人民他真没什么运动 毛主席怎么野蛮其体魄 领着一帮人下暴雨的时候 往山上乱跑 就是野蛮其体魄 你说 但是可能在现阶段 它的确起了一个刺激国民精神的作用 这也的确不能小看 中国就是说 你说奥运这种东西 虽然老百姓 中国咱没地方运动 可是国家有荣耀 心里也高兴 所以这个阶段也许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些姑娘们呢 我觉得也是挺可怜 就是她说的这个 我想起谁啊 最近说长春女足 拿了一个反正赢了一回 长春女足有人投资 有一个老板 这老板太逗了 这个老板挺值得钦佩的 你想到没有 这个老板一年投300万 连投了六年 一点回收都没有 一点回收 我估计是没有什么回收 没有没有 他说没有票房 没有广告 没有转会的 求援转会的收入 你说他的收入还能从什么地方 1800万 然后这老板说 这次赢了 一个人发8000 一个人发8000 然后呢 就跟那记者说 说你看这些姑娘们 我治的他们的心 他们现在就想赶快坐飞机回老家 从来没挣过这么些钱 赶快得交给父母 国家体委应该给这样的老板发个假 不是 可是你听我说 这老板乐在其中 但是非常有意思 我看南方周末说 说这那这些姑娘们 你们这女族留老板赞助 你们干什么 说平常事也不多 经常主要就是陪着老板踢球 这老板爱踢球 他自己喜欢踢 他男的跟女的踢 我不知道怎么着 反正那女族说 我们就是经常陪着老板踢球 最有意思的是老板说以前体重一百九十斤 现在只剩一百四十斤了 都是踢球的功 你看他投一千八百万 他浅肥了 这浅肥 这浅肥 情本 也扣枪 推广 推广这样的简 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葛辉说我们节目前两怕都是公二投机 到第三怕该哪了 第三怕该尾不鼓 没有 徐老师说法叫小二马 第三怕小尾巴 真是 我跟你说 不平衡的现象 不光出现在我们节目分怕 我们节目就像大片一样 都是社会的反应 这个社会很不平衡 真的我跟你说 葛辉 你不能饱汉不知恶寒鸡 就是说 当然葛辉参加很多 帮助贫困妇 生孩子的那个活动 对吧 这个社会 他现在看不过你 陆耀司那个 我怎么看不过他 我正去把他的那个 我正去把他的焦点 转移到女秀夫身上 对 你 我还看不惯鲁玉呢 你更看不惯鲁玉 对 这点就 太不平衡了 你 但是你觉得不平衡 是今年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今年各方各业 爆出这种博客上吵架的 全是关于 我穷啊 我穷啊 我不容易啊 祖国山河一片红 红眼病 知道吧 大家都是这个 不均嘛 贫富不均 这些年 因为前些年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富起来了 那么余下来就有 全民的共同富裕的问题 所以表面上是红眼病 是抱怨穷 其实是 争取和谐社会的动力啊 那你说女族 女族是红眼病吗 女族 她们自己没有 大家同情她们 女族是 的确是 其实我觉得 那么多新闻报道 我觉得这个 背后都包含着一个 女族很不容易 为国争光 可是她们居然不嫌那些 老给我们带来 屈辱的男族 但是我觉得 也很难那么平行 就是像刚才 某些体育项目 它本身就是分冷热 这是承认的吧 市场承认的 市场承认的